C&C 規定紀錄 尋規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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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案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墻整修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區嚴評來路96號 外墻整修工程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破壞股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灌亂通報之余 同意被查 省議案案 1 直向市定股機營松格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及委員綜合討論後 立有出席委員致同意決定如下 1. 本案審查通過 2. 請議委員意見修正或補充 送文化局附和同意後 辦理或是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案 2. 直向市定股機景美其印廟 補給定著土地範圍的懲疑案 結論 本案及委員綜合討論後 立有出席委員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直向市定股機及美其印廟 補給定著土地範圍 公告事項及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補給指定廢止及審查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 3. 歷史建築現場 管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及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本案審查通過 2. 請委員意見修正或補充 送文化資複合同意後 代理後續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案 4. 直向市定股機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地信部 四樓拆除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及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委員意見請納入計畫修正 本案審查通過 2. 施工期間應進行相關記錄 並製作報告書 案 5. 歷史建築南港衛生大樓 保存規劃方案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本案審查通過 並請納入委員意見修正 2. 後續緊密補金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一定修復再利用計畫 並送本審議會審查 案 6. 大安區農業試驗所宿舍 產業改良廠宿舍 靠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九項七十號及六十二龍三號 1. 與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九項七十四、七六、九二、九四號 登陸為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行為為參閱 2. 同意登陸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九項六二、六四號為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行為為參閱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直審查 及輔助辦法辦的後續事宜 1. 案七大同須名樂捷105、107號 建築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2.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大同須名樂捷105、107號 建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2. 建議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中 將10強元素納並同納入設計考量 8.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陸名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請文化局邀請全體委員辦理 專案小組會談後 再送本審議會審議 9. 灌華區雙元節79號 建築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1. 同意登陸萬華區雙元節79號為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濟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3. 本建物定住土地是否包括 舉光斷四小段692D號私有土地 請本府警察局盡速辦理間接作業 後續由法局一間接結果 辦理修正公告事宜 免算本審議會審議 以上請委員同意備查 好 各位對於上次委員記錄 有什麼要修正之處 好 沒有話我們語言備查 報告案 1. 案由台列AR1公辦陸根基地 創新基地整修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 報告案 1.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辦理 案以情形 1. 本案系本府採發局 整修AR1N24參戶規劃 作為金融科技創新議程中心 因拯救範圍位位於施定古蹟南港台電倉庫庫 屬於同意建構範圍內 因此本府採發局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 解送指案報告書獲取審查 2. 本局於107年7月13日 邀請本市文資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請提案單位1. 委員意見修正後 提送資料修正版及審查意見 對照表獲取辦理覆查 3. 本府採發局 107年8月24日 檢送文案修正檔及審查意見 代表獲取復查 本局於107年8月30日 還請審查委員書審 書審結果 綜合文資委員意見及評估 該修正案並未破壞古蹟之完整 且未有遮蓋古蹟外貌或阻射及 規覽通告之餘 無違文資法第34條規定 為人請依委員意見修訂計畫書內容送 交本局去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相庫建三第五頁 4. 本案文資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報告書 請委員參數編簡報資料 此章是本基地地級圖 而本案的位置是在圖上的右上方 N24倉庫 本章是古蹟定住土地的範圍 基本案的位置相對的位置圖 本市基地建物物的位置圖 本章屬分24建築的線號圖 請委員參佐 擬辦一 自家市立古蹟南港台電倉庫房 台電AR1公辦固根基地 創新基地整修工程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四條鎖裂 有破壞股基日文 人則概請外貌或主射其官僚通道之旅 你請同意配查 2. 本案1結論辦理後續 各國委員對於以上的報告有沒有要指教提出 同意 那我們就同意這個報告案 謝謝 報案2案由國立臺灣大學醫療院 副社醫院健康大榮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則法第3四條鎖裂報告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四條辦理 辦理行行 國立臺灣大學護設醫院健康大榮新建工程 來英靈禁止它設定古蹟臺大院舊管 中華工程於本年度4月27日 寒送施工好國監看劑古蹟保護 以臺灣安全施工計畫過去 107年5月25日 本府都發掘韓請本局就職案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四條部分提供意見 本局序於107年6月4日 召開健康大榮新建工程案 施工考古監看計畫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四條 專案消毒審查會議 邀請本次文資委員營會 會議結論請委員參與物件3第5次法頁 施工考古監看劑古蹟保護界 開挖安全計畫部分 中華工程於本年度7月20日 檢送修正後製報告出過局 為求呈聖邀請本局文資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紀錄強度件事 後續在107年9月11日 中華工程再度檢送修正後報告出過局 本局涵金檢測已 審查意見完成修正後 續將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國際台灣大學新建工程案 涉及文資法第34條報告出過 部分中辦建築事事務所 於107年7月25日 檢送修正後的報告出過局 本局涵金檢測業一委員意見修正 後續將提本審議會報告 本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報告出及 施工、航補監看劑、古蹟保護及 開挖安全監測施工計畫牆 新衛員牆手邊資料 那這是本案的基地範圍 他這比較細部的 他的之後興建的過程 那這邊是歷史建築伯鶴室 要重建重組的位置 那他距離台納醫院舊館 的距離位將近60公尺 然後這是之後的重建的 波魯士重建的基地位置圖 那這是之後的實況模擬圖 這是從台大醫院舊館部分做模擬的 這是在前面這一塊是健康大樓 後面是現在已經興建往北的21大樓 這是波魯士重組之後的模擬圖 你辦直轄市定谷基台大醫院舊館旁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副社醫院健康大樓興建工程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所列有破壞國際之軟者 正在其外貿或阻塞其關感通道之餘 您請同意備查 2.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有要報告嗎 沒有 各位針對以上的內容 有沒有要指教的 好 另外換我們同意備查 審議案一 案由中山區智山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地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會指審查及輔助辦法 案以情形1 智山樓107年5月21日提送本審議會第10次 會議審議通過登陸為歷史建築 本局於107年7月4日完成公告程序公告詳度建議 2.因文化部107年8月16日來涵 本審議會第106次會議 因三位機關代表委員接指派代理人參加會議 依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6條第三項所指 機關代表委員指派代理人出席的情形 機關代表代理人僅能為列席 不進入委員出席人數 供該次審議會出席委員人出席 委員出席 想附件2 本案1程序再次提送本審議 本審議 3. 員工報 智山樓歷史建築本體為 鳥山區周山段2小段2對1建號 建物面積4423.36公尺 上次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於107年7月18日來涵登陣說明 智山樓正確建號因為 中山區周山段2小段34檢號 建物面積1261.98公尺 土地範圍面積為420.66公尺 來按照附件3 此為地極圖 一步報告請委員詳開附件 一名請同意登入大圖公司 專造建築置身樓為 歷史建築 一名稱置身樓 二種類辦公廳設 三位置及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入三段22號 四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正身樓建築本體 建物為中山區中山段2小段34建號 建物總面積1261.98平方公尺 正逐屋坐落土地為中山區中山段2小段40 該筆土地保存面積260平方公尺 四支六八地號 該筆地號保存面積160.約6平方公尺等兩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範圍實測順序為準 段落理由及其法令一 請委員相參 二本案提起本審議或審議 拼一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我們在7月上已經公告 但是因為文化部來緩知 因為提到說委員會出席人數 那機關代表以代表來夜襲 不能記錄委員出席人數的比例 所以我們重新再提搭會補這個程序 以上報告 好 各位委員 對於案件內容有沒有要指教的地方 沒有話我們就同意你辦意見 審議安樂附有 大安區恒平公路2段136項19號 文化資產暫停審查案 本案辦理陸續為 執照健保存法第178條 主機指定及廢紙審查案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單位廢紙審查機組辦法辦理 辦理請期一 大安區恒平公路2段136項19號 建立管理單位為福利台北教育大學 校方規劃預期地上為 新建綜合研究大樓 在於106年5月18日 談及本局協助辦理文化資產 文資價值評估 該建議社會登記燃一一 校方修名及台北歷史福祉展示 系統證照照影像 建議新月系統超過50年 原此本局雖英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五條規定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二 本局於106年6月16日交開 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6項19號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會堪 出席委員包括名副國委員及王國中委員 依據會堪結論領以 評估據文化資產價值潛令 將續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會刊進入請強迫建議 三 本局續於106年9月6日 邀集招請人文化會均委員 蔡元朗委員 憲惡委員 及劉淑英委員 辦理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6項19號 文資價值審查文化小組會堪 依據課刊結論略議 本經文部初步認定 據文資價值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專案小組意見 或區將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規定評購 台北市文化資產協議委員 會協議參考 推刊進入請強附件二 四 有關專案小組會堪委員 一件佔要如下 一 第二師範學校為日治時期 完整規劃的師範學校 方塊有教學區與宿舍區 警衛市為當時 校園宿舍入口之重要建築 本建物保存日治時期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 警衛市之外觀 市內閣局與裝修 方塊門窗 天花 和室等 二 本建築原為日本時代建造的 校門守衛室 後來改做教職原宿舍 位置在校園之東北角側 校方認為這張建築是側門的守衛室 但是與後面南側的莫隆建築 主要入口很有關係 保留著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創校時後的 隆後校園氛圍 其中間樣式為日本設計師 於日治時 同明治維新後 採取西方古典樣式興建完成 三 建築外觀除家蓋部分以外 保留原貌上家 屋頂兩批水與各立面處之三長 部分做法比例及尺度均有特色 屋頂之三方面設計 採用全山式屋頂先端學下的 半切器跟形式 因應用十八瓦之魚切器 目前材質不明 已有十面瓦的可能 園銀板採用南京下建板章 的木造洋房建築 四 室內的一房間抬高地板 鋪射疊六疊加壓路等 射疊房間英式用作直翻式等使用 門窗及文善用五金 也可能是日本時代所保留下來的房間 廁所為從內外的兩方向 方便使用的配置 五 枕棟建築為木構造 由於長期有人居住使用 屬保存良好的稀少建築 可以說不成為校園內的重要歷史建築 本案文化身本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看附件三 此為日之時期的實測圖 本建物的座位置於東北角 此為自己的地形圖 請委員參看 此為現況照片 文化正門及正門進入以後 建物的右側建築 建築 建物的左側 這是內部的照片 請委員參看 這也是建物的內部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看附件三 此建物的座位土地是屬於國有管理單位 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以及使用專項是市專用地 目前管理機關的保存意願 台北教育大學是沒有保存意願的 使用的現況原為首位是 後來改造教職員的倦社使用 有關登入範圍的影響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於106年9月6日專業小組會 看的時候有表示意見不下 一 本校校地面積狹小 以及使用密度固均等現況 校務發展面臨家學空間 負負使用及 各軟硬體設施老舊的種境 必須將既有效能重新整合規劃 並逐年進行老舊校設置改建 以提供師生良好學習環境 二 以建物座落記憶 整體規劃興建地上十二層 地下二層之中和教學大樓 為開發基地之中心點 技術建物面積後 則不舉不建築規模 影響土地利用完整性 以進行全面篩除作業 三 本建物物理雖具特色 但狀況相當不好 瓦片黏酒失修導致多出漏水 影響內部木構造保存 長期維護不易 又應改造建設已久 部分空間經私人引專家建 增建部分狀況不佳 亦屬違建性質 難以確保維護狀況 隱藏潛在公安危機 登陸為歷史建築後 對於新建綜合教學大樓計畫 進行影響 建議請管理機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進行說明 擬辦 一 您請同意登陸 大安區和平登陸二段 一三六項十九號 建物為歷史建築 名稱 雲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幾位市 種類其他幾位市 這位是台北市大安區和平登陸二段 一三六項十九號 歷史建築其其定著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和平登陸二段 一三六項十九號建築本體 建築物建築土地為台北市大安區 學湖端一小段五九一地號部分 該地號面積為七零四四九點三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為日治時期 完整規劃的師範學校 當會有教學區與宿舍區 警衛室的裝石校園宿舍入口之重要建築 見證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之源起 去歷史價值 二 本間物能保存分之時期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警衛室之外觀 配合取比裝修 包括門窗 天花 隔世等 屋頂兩滴水與各立念素之 三強部分作法甚至特色 內部木構造液保有原構造特色 二 空間形式為木造洋房建築去保存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規範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登陸基準 本案進行本審議會審議 第一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消化事業 登記拜 出國民宿面資料 好 謝謝 那就進行各務委員刪除 好 對於本案 登陸委員有沒有指教 我想請教學校 他那個正確的年代 學校都沒有這個所謂的歷史紀錄 或者自己的archive這一部分嗎 登陸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學校是成立於西元1927年 那因為這棟建築物 並沒有相關的產權登記資料 我們只能從周遭我們學校的歷史 跟周遭建築的年代來判斷 他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上報告 好 還沒有委員的指教 來 特別在這個辦理期刑 辦理期刑第二月 這個辦理期刑的第四至四 在第二月的第四 阿佛4.4 第二 門窗門善用武器 也可能是日本時代所保留下來的東西 如果不確定的話 這個我建議把他判斷 好 好 還有沒有 我有來指教 好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本來就如你辦應接好 我們修正能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民意案三 案由萬華區創建路 1102、104、106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普及指定期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建建築跟路廢止審查 及輸出辦法 辦理情形一 請委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以下簡稱民事執行處 107年4月20日韓宣奮局 康定錄104號及106號 是否為國籍列館 本局環付前開兩宗 市本局具文化資產價值 潛力之列策建物 並請民事執行處 辦理任何處分前韓知本局 請委員賞附建一、三到四頁 二 民事執行處於107年6月22日韓知本局 將於107年7月18日辦理 康定錄104號及106號 第一次公開拍賣 請委員賞附建二 本局遂議職權及文資法 第17、18條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局於107年7月16日要及五位委員 辦理康定錄102、104及106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因為當年90年的時候是登錄一整排一起的 所以前面102號一起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結論是三位委員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為錦麗面及其樓具有保存價值 兩位委員認為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請委員賞附建三專案小組會談紀錄 有關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加入五點如下 一、二層樓專造四連洞 地面為紅專構造 其樓內用伴員狗有洗濕自量 推測應在大陣莫及招合出的街屋 二、商房沒有裝飾的女兒牆 雖以老舊、人保有原貌 三、專注及專狗的棄法補為考舊 反應早期優秀專工之所準 但樓板已改為綱領 只剩錦麗面較有價值 以不使開發案有損失為原則 四、後院及棋樓C型鋼鼓牆 顯示屋況不良 本領土圈樑風化嚴重 不易兇腹 建議賦予文資身分 五、地面及室內以重新裝修為 洗濕自及現代裝潢 服服原貌 建議採都市設計審議 興建大樓時保留拱圈棋樓 及立面與會 辦理情形四 本安建物雖為降定古蹟 為無設法院公開開賣的權限 民事執行處在於 107年8月辦理第二次公開開賣 107年9月辦理第三次公開開賣 107年10月3日將再度辦理第四次公開開賣 據債權人所有權質疑而告知 每一次的土地金額將會以前次金額的八折 五、減負本安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為人享復健四 這是康定錄100到106號的 就是一級地形圖 他們剛好這張圖的右下不在圖面上 但是是清水主十秒 他們是在清水主十秒的都市設計審議的規範範圍內 有高度的限制 那如果委員有問題的話 今天都發局的同仁好像也有到現場 可以詳情再提問他們這樣子 那這是康定錄102、104集、106號的建物照片 那因為那邊的門牌比較複雜 就是比較混亂 那我們105年同仁在清場的時候 有就是在做一次的登錄是100到106號 我們今年7月去的時候 也有看100到106號 但是照片上因為100號 實際上它的外觀已經比較現代化 那四連動的部分是102、104集、106 那104佔了兩個利面 就是兩個齊樓的跨區 請委員參考 那這個是他們齊樓的照片 有半圓形的拱圈 100號的建物照片 現代化 裡面已經現代化 那屋主重新裝化 然後他們現在居住在裡面 那這是102號的1樓 那跟100號的石頭的屋主 那102號的2樓是另外一位所有權人 104號閒置多年 那已經沒有人居住 那他佔了兩個狂聚的部分 這個是106號的外觀 它是那個鐵門的部分 那現在也是有人居住 104及106號在同樣的兩筆的地號上面 那他們後院是共通的 那委員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是再給委員參考一下就是100、102、104、106號的照片 那跨錢的部分沒有特別的意思 只是為了讓委員比較有區別 文化資產價值平均報告 康定路100號座落在執行段1小段533、5341號 土地登記面積119平方公尺 建物登記面積是205.62平方公尺 康定路102號土地登記面積120平方公尺 建物登記面積173.23 那康定路104及106號 他們在同樣的土地上 那土地登記面積是353平方公尺 分別是建物登記面積165.83平方公尺 及166.38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分區都是第四種商業區 那土地及建物皆屬私有 使用現況 康定路100號、102號、106號上有諸戶居住 104號無人居住閒置多時 3.所有全人的保存意願 會看當日有三位所有全人到場 三位皆希望不要繼續列館 獲得路程、歷史建築 4.價值分析 文化局於107年7月16日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三位委員認為景地面及其樓具有保存價值 兩位委員認為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5.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本案建物躺精神依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依文資法規定 應由所有全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但是所有全人在這個案子裡面非常多 大概有30多個 未來修復及管理維護的整合恐怖意 6.指定範圍的影像 私有所有全人未來希望進行改建、拍賣厚度跟躺本案建物 未來指定登陸為文化資產 仍需施其保存方式時刻評估其影響 以上請審議會審議 並一審議決議辦以後續 有議院登記表演林永妍先生 各位有緣 我是陳毅本志祺議員 提供意見指數意見 除了早上請審議意見書以外 他我還是第一點要登陸為文化報告 因為我們這是 今天我們是104跟106號被拍賣的 早年拍賣的 也一直站在這裡 我們不是備外欠債 因為我們從以前的長輩是都是公務人員 都是在教育界我們是計時他們的財產 我們就是因為其中的權利人之一 因為無端的贈送給外賭 所以說他的權利人就用變價分割方式來拍賣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公務人員報告 我們今天沒有兌換任何的欠債 所以是因為變價分割 因為保康哥 持有我們其中的九分之一的才變賣拍賣 所以第一點報告 第二點 這個我們要陳述的 本來是要很激動的來抗議 這個我們文化局在107年的7月16號 第一次的會刊 以前我們從來沒有接到 這是有配列管的信息 當被拍賣的才知道這個 這個在拍賣的時候 我們第一拍的時候就被網絡 查到說是已經被列管了 列策追蹤 然後你就想從一個將近5億的財產 被鑑定出來的東西 到了現在第四拍的 價值剩在表格3900萬 這個已經幾乎對折了 所以因為如果說說 以我們所有權利人的權利來講 這樣的一個忽然的這個已經在法院的主婚之下 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繼續拍 這個跟平常的拍賣又不一樣 一直拍到結果呢 就反正剛那個司儀也提到了 都是